好,歡迎收聽今天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人IM 技人者 Alex MK3 Wendy 這次是沒有重錄過的,你信不信呢? 那我們今天說什麼? 今天我們就是講重錄,即是講根源,即是講零 即是現在是一,Part1,我們講Part0 Part0即是什麼呢? 前傳,即是zero,即是非zero 即是第四次聖杯戰爭 最簡單是什麼呢? 即是起源於Type Moon的名作 Faced Day Night 應該是04年冬天的作品 當時非常厲害,因為 過往HCAM銷量的冠軍 總銷量的記錄保持者 就是Key 或者是Vissel Art的Colado Vissel Art的Colado 其實不是他啦,總之保持者 就被這個紀錄打破了 這個紀錄的名叫做Faced Day Night 以保魔力,魂名於世 Faced Day Night加入了 成功了之後 Type Moon本身也出了名 當然有HA,即是外傳 可以說 跟著其實不同的Faced 都有顯身出品 不過拋過了電腦版遊戲 PSP 一般像漫畫各種東西都會有 然後去到2006年 就出現了這個前傳作品 但比較特別的是什麼呢? 它是有別於過往的 它不是遊戲 也不是電腦文字遊戲 也不是純粹的遊戲 更加不是街機 它是一個小說媒體 變回文字媒體 而且不是由內衰蘑菇寫 而是由虛淵源寫 對,因為過往的劇本 都是由內衰蘑菇寫 今次換了唯一 Zutro Plus 神手 這個 去淵源 去淵源 去淵源的作品當然 包括我們過往講過的 這個 第一集的HGAME系列 或者比小遊戲系列 New Chobas的 沙耶之歌 2003年的作品 還有很多經典的東西 鬼屋街 鬼屋街也好 鬼屋街也好想找人說 不過很難不說 武俠小說 紙電掌 抱著蘿莉到處走 那就是物體 找虛淵源寫 分了四卷 當時 2006年開始賣 他第一次賣是八一 好像C八一 現在最接近的 是附近 C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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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病 我記得一字尾 同期是前後附近賣 六十九 那是那蘇那那的碟 那是BGM 這樣就推出了 這個外傳小說 之後也是類似一些 Community的時間推出 後來出現了 Drama CD Drama CD 之後再重新商業化 當然Drama CD一出 那時候的聲優陣容 已經是忌驚四座 非常之厲害 小山歷也 大寵名夫 六寸光 蜜水掌 那當然 大家聽完三個小時 一隻大概的Drama CD 已經很期待 他到底會不會再變化呢 最終 在2011年推出了 分開兩季播放的動畫 剛剛上季就完了 我們現在可以再探討一下 其實他在動畫的演繹 以及講述小說的部分 現在講述背景之後 其實故事 其實各位都應該看過 不然都不知道聽你做什麼 所以呢 聽過新番的時候 應該都講得很清楚 是的 我們再詳細講述多點為什麼 現在我們講一個叫敗者復戰 所以我們是什麼呢 就是由後面數上來的 簡單點說什麼呢 就是 不是英雄牌座次 是墳場穩次序 所以就是 第二位 就是誰 阿沙仙 是 阿沙仙 不是阿沙仙 不是阿沙仙 是喝酒那邊 阿沙仙先 先 喝酒那邊已經清場了 是的 但因為 我們原本想的 就是以死人的次序來講 但因為阿沙仙的Master 就是這個兩大男主角之一 就是這個BL之麻婆 麻婆我辛苦 就是這個 嚴峰 有嚴禮 所以呢 因為他是太主角群的關係 所以我們是先 skip他 或者補充一下 阿沙仙本來設定中 有一個羅莉的角色 是的 但是就鬼隱了 我懂 因為主角關係 遷流次序關係 因為主角 那個羅莉 阿沙仙跟這個Weber 實在太多互動 然後主角不是Weber 所以他都會cancel 非常可惜 我們講WF的時候 忘記了提一件事 就是 Elta那邊的 男性Figure部門 這次是出了一個Weber 可以買回來 可以買回來 很漂亮 我考慮 你會考慮嗎 我會期待你會考慮 好 回到這邊 那麼 第二個死的是誰呢 第二個死的應該是Caster Caster Caster還會 Caster才死 然後他再死 我們先說Caster 這個組合是甚麼 Caster 即是魔法師 主身龍之界 是的 第五次戰爭 那就是一個女巫 現在去到前傳 就變成一個變態佬 我不是變態佬 我不是變態佬 是藝術家來的 他有個Skill 就叫做藝術審美 是的 這個真的要說 是個藝術家來的 還有他最出名的台詞就是 Kurus 這兩位的組合其實就是 變態的組合 其實他們的聖杯戰爭的背景 當然是說到這個 余三家 即是這個 Ainzbele 間同 和軟板 三個家族 他們 Ainzbele的說法就是 天之杯 即是第三魔法 然後 其實他們那一組 最簡單的是 他們找根源 那些人工上都是 他們就想借助這個小說 你理解 成為世界外的力量 你當是一個圈外的力量 或者可以叫做 這是一個強大的魔力 去達成他們的願望 但後來又發現原來 原來是 不是群策群力的 是只有一人成功 於是就變成了 打成一半戰爭 但問題就是 除了余三家之外 如何湊夠七個人 就是問題 所以就需要一群林妓 那群林妓 包括了一些非魔術師的人 那現在我們今次的第一個 說的 羽之龍 羽生龍之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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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成為了第一位犧牲品 那麼 他的本職是什麼呢 是殺人魔 變態殺人魔 是的 他第一個下手 對象是他的姐姐 動畫是沒有說的 這個是小說 小說有說的 動畫其實在這方面 很多地方都沒有做出來 他是一個殺了姐姐 然後殺了三十幾四十個人 的殺人狂 英俊 不是 有些是會全家一起殺的 有些是 但是他是尊重 以殺女人和小孩子 是啊 其實他 動畫的表現 他就是 大家都看到 石田章的鬼聲鬼氣 陰陽怪氣 絕對演繹到那種狂氣 和神經好像有問題 變態殺人魔 感覺 但是 你見到他的表現是這樣 但是他做事的目的 就 比較難 從動畫上看出來 因為他只能說 這個藝術品 應該說 他在犬鹿的道路上 一直在尋找真理 是啊 其實是個求道者 是啊 是啊 然後就要全業受業解讀 這樣 所以 他小說版 他講的 講法 其實他就說 這個人 又是 有點像炎鋒的 又是找不到什麼 那麼有趣 然後看到很享受於這種 某人 他突然覺醒了 發現殺人的樂趣 以及殺人之後 可以將這些 死亡的感覺 升華為一種藝術 然後從此就沉迷在這條腦上 是啊 他對於那種死亡的 另類的追求 於是 所以 看動畫 會有一個 可以說 給一個謎的呼應 因為 他一開始做的動機 是關於死亡 然後後來 才變成屍體處理 你可以說 所以 他被Sniper射中 那時候 第二次才爆頭 所以那一刻他就說 哎呀 那些血原來在裡面流出來 是這樣的樣子 所以 其實就很回歸他的目的 就是 死亡的感覺 原來 折磨完 麻磨勤 一早自己搞定自己 就什麼事都沒有 即是說 臨死那刻才發現 死亡的感覺真的好 哈哈 難怪 這些 遠在天邊 近在矮情的 他才是 他尋找這麼久 就在自己身上 打破鐵鞋 沒有明確 哈哈 但這個因為 人物目的比較單純 所以其實 他 達成目的都 單純一些 反而是 Caster那邊 是 可以說 這個 這個不是 其實他這個 同一點 就是 他為什麼經常說 酷 都算有 酷 酷 他有個 嚕音 很有趣 不要浸著那個 哈哈 大哥 不要這樣 他有提過 就是說 他對這種 追求的感覺 沒有一個 無法用筆物來形容 於是 全身了 所有東西就變成 KULU 啦 不是啊 KULU好像M群 因為是聽眾來的 是 算了 算了 他好像上過你的節目 是嗎 不記得了 算了 所以 這個可以為一個 虛字 或者是怎樣形容 那種感覺 那 站在一個 變態殺人犯 其實他的恩元祭 會在家裡 找到一本書 所以就召喚了 一隻 那這個動畫 很圓著 跟著 這樣表現出來的 那 因為當時 也有個年輕人 那種 叫 恐懼的新鮮度 很忠實地 呈現出來的 又將 龍之戒 帶到另一個境界 對了 因為藝術的領域 再次昇華 那 補充一點 其實 如果大家對於 一些犯罪學 或者 屍體處理 或者變態殺人犯 或者連環肢解狂圖 這些各種各類的案件 有興趣的 那 不知道大家 是觀眾的年紀到哪裏 應該大概在2002 或者2001年開始 203年都會有的 那 這個商台 商業電台 有一系列的節目 在晚上做的 叫做《危險人物》 就是 有 翁正真律師 配著 林昭穎 尤清玄 那些不同的人 說 其實是說 一些世界各地的案件 當中包括 個案有一個禮霸特輯 或者幾個一段時間的特輯 就是 專講一些枝解 還有 另外一段時間 就是講一些連環殺人狂的 那 當中 有些案例 例如美國 有些人殺完人之後 是把一層皮剝出來的 於是這就是比較像 與生農之家做的行為 他是剝出來做什麼呢 把那層人皮剝出來 拿來做 包了一個皮夾 那個皮夾 不是你背著公司 包那個皮夾 是你搭飛機 背著40kg 那些那麼大的皮夾 就是 整張桌子那麼大的皮夾 你有沒有說到 這些是什麼心態 他那個節目 是會找回 犯罪心理學家 以及警司 有這些嘉賓 所以如果大家想好奇 其實有關 現實世界這些人 是怎樣的 或者好奇 就可以找回有關的CD 或者是書展 都會有這些書 歷久不須 雖然十年前 但是都會去書局找到 因為 消量紀錄 也都鼓勵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去 學術一些 或者是 不要誤入其道 了解這個世界上 有幾變化的人 就不是只有東邪西毒的 自詐 不用之後 又拉回自己那裡 維藥有什麼好像還有出 維藥有什麼好像還有出 很好賺的 大哥 好像前一段 好像見到第五集 十幾本 真的有這麼多成 說回這邊 說完這些現實情況的東西 其實裡面都會說到 例如人皮的雕化 這些東西 這些當然是Blue Ray版 才會見到 TV版又不會放送 這些 我又看過Blue Ray 好像Blue Ray沒什麼 都沒有 都沒有 是嗎 這種比較挑戰赤道 赤道問題 我覺得 這些就 關於赤道事 一般來說 劇情需要 表達到她是一個殺人狂 那就可以了 動畫沒有說 但是小說原著那裡 有沒有說 聲樂少女 有 人體樂器 人體樂器 剛才說那些類似的案例 曾經有人是 那個羊琴 大家看西方的希臘傳說 那些女神 水面拿著一些琴 很大塊的那些 那些 樹琴 楊琴是中樂 那個 有條木棍 好像弓箭 那樣 那個又是用人皮包緊 那些什麼 那些 那些是頭髮 是用女人頭髮織出來 那也是有這些案例 那大家 想不回家汪寧 他們說得很恐怖 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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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各個 抱著偶面 為什麼覺得 我對這些 通俗系的 真的沒有什麼興趣 真的沒有什麼興趣 通俗系列奇系 那一類 我是 提美景 那不是的 這些真實社會發生的 對 真實社會發生的 會 但個人不會說 特別留意這些 知道就算有 知道有就算有 要說羽生龍之界 我覺得他都算是 貫徹始終 其實很多角色都是貫徹始終 他見到自己流血 他見到自己流血 都可以興奮到 起碼都叫做一個 生理正常 心理不正常 對自己和對別人都差不多的人 虛遠虛遠 其實寫的角色 就是寫了這些好 就叫做 可以為自己重念堅持到底 又不會出現一些 中途半端 會說慘人家 就很高興 到自己的時候就嚇到什麼 都說是有覺悟的角色 所以就看得比較舒服 但其實我沒有記錯 Castor好像都是唯一一組 不是直接追求聖杯的一組 對 不是直接追求聖杯 即奇奇怪怪怪的 他參與了 其他組的目的是為了得到聖杯 Castor Castor目的是正德 不是應該說 他已經得到了聖杯 其實所謂的引誘英靈和Master去參加這個戰爭 就是跟你說聖杯可以達成你的願望 所以你就要得到聖杯 所以不一定要得到聖杯 他們達成他們的願望就可以了 但他好像連聖杯 聖杯有無都不知道 對 他們真的不知道 所以一開始他們的目的 不是要得到聖杯 而是要達成願望 但其他六組都知道這件事情 對 知道這件事情 Castor是知道的 Castor是知道有聖杯 他當時見到聖杯 就已經說過聖杯果然是萬能的 不用得到聖杯 我已經達成願望了 太好了 聖德已經在我面前了 大家都知道 台門有另一個東西 裡面真的有個聖德 聖德是真的像聖杯 那樣子 等於 你好像個明星 你錯了 是個明星像我 講個講法一樣 不是聖得像聖杯 而是聖杯像聖德 他是不是做了Castor去玩一些東西 你也可以這樣說 不是 但其實因為那隻遊戲 跟Facebook 真的可以說 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就是Castor 搞事 那樣是聖杯 開頭Facebook 出的時候 都一堆人鼓Saver 是聖德來的 他叫做回收這個工 但Turnout 是你割張來的 阿塞王 怎麼辦 好 繼續 沒辦法 阿塞王去英雄戰機 玩也可以 那個Castor 其實他一開始 一開始這個角色 悟入歧途 就是因為 聖德 因為 聖德死了 也是牽涉到宗教的理論 有沒有上帝的問題 歷史上是 他說上帝背棄了他 應該說他感覺不到上帝 都可以這樣說 他感覺不到就算是背棄了 上帝不聆聽他 是呀 不幫助他 很回應 他就像個煩渣的小孩 如果上帝懲罰我 上帝是真的存在的 說起來 我覺得有點像 這個怎麼說呢 五星物語 裡面的一個人 那個 深魔法帝哥哥 叫什麼名字 太久不記得 總之說一說 五星物語裡面 有一個人 野心很大的 一直一直殺上水上賊 但有次因為真的得罪了神 結果一下子就被人搞定了 但幸好又死不去 復活了回來的 他就有點害怕這個人 於是就不斷做出很多 事情去試探 所謂神的人 就例如 上他家見人就殺 或者殺一些親屬朋友 不斷在那裡找事 試探這個人的底線 但因為那個人 叫上帝的人就成長了 上帝會成長 沒有理會 接近上帝 其實應該說那個人 接近上帝 神之子 可以這樣說 天照 其實我講天照 應該都有人聽得明白 天照大師 天照那時候已經成長了 就真的 有這個神的自覺 算了 不要再說到很遠了 那些人不知道你說什麼 總之有個好似人 這樣就算了 他那邊就說的一件事 就是因為上帝要平等去愛每一個人 所以就會對於每一個人都一視同仁 不幫助你 亦都不去愛你 就是完全不干涉你的東西 跟著就自己不知道 你經歷了什麼事 有些好像龍子那樣的東西 雖然是不理你 但是都是愛著你的 跟著之後就不知道經歷了什麼事之後 你說 因為他愛你才不去理你 所以他那時候就沉醉在這個魔道之中 不斷招引上帝 其實他做好事的時候 又得不到這些上帝回應 他就不斷去做壞事 等上帝顯現懲罰他 但一直都沒有出現過 一直追求上帝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這道門拉開不了 那我就推一下 那個原理一樣 然後又被龍之界開啟 開啟 開啟 這些叫做良師益友 對 我想啟發 這兩批簡直是最佳八道 這兩批簡直是最佳八道 斬身的終究抗熱 七個Master裡面他們是最佳的了 是一個特別的組合來的 我沒有得否認 因為沒有任何聖遺物 還有這個召喚儀式 直接跟著這個Master的人 跟著這個Master的人 會召喚出來的 因為Caster的魔力是一本書 那本書是 躺下百來的 無限 即是他完全不用靠Master 是啊 那他們就靠殺人 因為是無限召喚 是啊 好恐怖 所以就變成超級大海鬼 但這樣已經說了 頭半季 一季 不是 頭半季都在鋪排其他人物的關係 角色亞那些 性格那些 即是軟板林的大冒險 就是在第一季出現了一集 那一集 那個女 即是軟板林的朋友 結果是沒有死 小說裡面是死了 算了 可能都是確定問題 這些改了一點 這個是軟板林的主角威能 本身就是主線意外的東西 難道不可以說軟板林 那一集是商業考慮嗎 沒有可能 沒有 我們也是有商業考慮的 的意思是 第一季結束 就剛剛沿在大戰前夕 不是 正規問答前的 大戰前 正規問答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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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場 真是大揮舞 你不要計算公園那一場 當然 如果你計算公園那一場 那一場Drama CDT 簡直是爽 好像很棒 等一場Drama CDT 是怎樣用純音樂 去表現到 金閃閃的丫刷 不斷地扔東西下來 破棍櫃 然後巴沙坑 拿著把戲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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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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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他是很棒的 整個動畫的3D畫面都不錯 當然是 當然他們拿著那個什麼 F21 F11 F18 不記得F多少 不是VF-25就行,就是Marcoz的飛機 不是拿那些就行了,那些表現守負也都是一絕來的 因為我覺得機關槍那邊不夠爽快 要到你應該是巴薩卡拿著機關槍,不斷防守Saber-SO 那些是愛的子彈 中二的子彈 講話是什麼 跟不上CASTA CASTA做什麼 當CASTA大戰 一季完結的時候 剛剛停了一個位 第二季一來就整場 大戰 基本上CASTA在 不知道什麼河裡 發瘋 教會下了一個命令 追殺令 追殺令在之前已經有 因為那時候已經知道 他在屎內不斷濫殺小孩 好像追殺令之前已經有 現在是他故意出來 被人打 然後就變成這個 變成大海怪 大海怪 補充一點 他召喚出來但控制不到大海怪 所以他才可以召喚出來 那些人才打得這麼辛苦 就是 這些其實跟內需的設定有關 他有說過 你召喚死魔 每一個魔術師召喚死魔 或者不一定魔術師 總之你召喚死魔 有一個能力限制 你說聖杯戰爭裡面 那些死魔這麼厲害 因為有聖杯的關係 所以才可以超越常理 超越常理那麼強 但是一般來說 你沒有可能會召喚到這麼高級數的善魔 而當你召喚出來 就已經不叫召喚了 就可以叫做 即是幹靈術 就是幹靈術 就叫出來之後 就等他抱子皮算了 是 像武漢都有馬說話 即是阿肯阿肯 Kennis 那些幹靈術 我等於他老婆 如果假設這隻大海怪沒有上岸 吃人的話 其實他很快就會自己消失 就是這樣 但是他們不知道 但是他們不知道 因為他們要上岸 是很快的 他吃人就不斷補血了 所以變成 對面就有這個 Lancer Lancer Lancer那些確定希望我 是C和Y 他等著期待 我什麼時候才可以百百力之 我好餓 我筷子不百斷 我吃不到麵 這個後面才說 講一下 那時候你只看見 Saber和Ridar 走上去打 Dancer 站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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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Rancer一開始是有打過的 小說那邊有說過 其實他是 扔了幾把東西過去 但因為他嫌疑太髒 不想撐髒對手 應該說不想撐髒對手 這樣就算了 Lancer Lancer 算了算了 不要跟著 這個沒關係 我們繼續去Cast Castar有什麼補充 Castar 沒有補充又去下一個人 Castar怎麼死 你也要說 他被 Castar E-X咖喱潘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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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工作 E-X咖喱潘打死 E-X咖喱潘打死 psych psych psych其 所以他當然要在最美的位置 但他完全沒有一個危機意識 因為他本來的確不是一個正規Masker去參戰 這個對 他不會躲在躲在躲在 應該說他是一個祭典主白人 一個殺人祭典的主白人 他不是祭典主白人 他是一個祭品 一個主白人變了祭品 最後被人反派為主 然後到下一組 下一組 就是百力之百元就吃 所以大家要留一點百力之 不要吃得那麼快 那不是彈卷嗎 黃色的那隻 其實想提一提 就是一開始第一季 跟Saber打那場 打得很精彩 詳細請看樹亭的文章 我會轉到新那邊的blog 這一組是初配 完全初配 因為Masker本來是最少大帝 拉打出來的 就是你的Fan 被人搶 他堅強退而求其之 結果做了一個沒什麼用的 本來是退而求其之 他臨急臨王 這個講一講 我本來是想自喚拉打 因為他的姓為 好像被瑞伯奪了 所以他無法自喚拉打 Masker叫什麼名字 Kenn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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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就Masker的程度來講 只有時辰可以跟他砌 如果你以魔法之質來講 魔術就是 魔術之質 裡面圓珠有用過 他的背景是什麼 我最重要是補充原作役 阿奇波爾特加第九代 為什麼你會記得 冠軍相名 就是第九代 最簡單的說法就是 他們魔術的魔法 黑刃就是一代一代傳下來 當年COSPA有T-shirt 一代兩條 你可以買很多代之後 都可能有 三千日圓 三千五嗎 是嗎 加價 三千日圓 一向都是一世代傳下來 好像池塘一樣 為什麼整天偉伯被人串 因為他只有三代 Kennix就是九代 還算是名門 本身自己又威威 又出名 神童 所謂的 裡面有個神童這個字 老實說 他老了 老實說 他很年輕 很年輕 這個是降靈學科的最年少國公司 根據設定所說 是啊 他精通的練金術 是不是練金術 幹靈術 三樣東西 幾樣東西 雙屬性 雙屬性 好像蜂亨 風和水 蜂亨 蜂亨二支的武器 具演出來就是水銀 所以這位是一位非常強勁的先生 雖然他比較串嘴 他串得起 但是 一串就老馬 他的配音也反映得很全神 這方面 做得非常好的 配音是生奇巧 另外他的拍檔 床上或床下 就是輪衣隔離 就是他的女兒 未婚世 即是他們時鐘塔的降靈部長的女兒 有一個很神奇的擴摩貌能力的美女 算是 擴摩貌其實很普通 沒有的 他擴摩能力應該是很弱的 他可以擴摩 但是他選擇不去這樣做 那沒什麼他發孝 又是一個悲劇 大佬被六川山電一電 一天未隔 聽聲 那邊講的基本背景 就講一下為什麼他們是錯配 這一組 這一組 為什麼是錯配 Nance 一開始 即是他 本身他自己在他的時代 就是因為不小心 不小心吸引到自己主軍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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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兩個一起走了 雖然之後得到老闆的承認 但是因為一次意外 一次意外 我老闆想救他 但是不知為什麼 他的手不斷震 補充一下 他的老闆 對手捧起的水 是可以治愈一切的傷害 然後他捧了水去救這個Nance 但是捧了一下 他們自己 不斷手震 手震了三次 聽聞 他終於捧到他那裡的時候 他已經死了 這些叫拉布嗎 拉布 拉布 而且他的Massar 年輕的時候 都是很英俊的 但是可惜他那時候已經很老了 所以他老婆還不斷走了 那沒辦法的 這個可以是 效反NTR48 那沒關係的 今次他恢復現世 就是希望可以再一次 今次他的騎士道 沒錯 喜歡 變成武士道 百八靈芝 然後卡納比廣告 找到他了 顧力果 不是卡納比廣告 好味棒 有一種 是好味棒棒 好味棒 奇玉怨特產 不是那些什麼玉靈芝 說回什麼 先說一下 但今次很不幸 他今次新的Master 又是一個未婚妻 對著一個串嘴蕭屎 加一個發孝的女人 又是一個 對 就已經是更差 過他之前去過時內的組合 對 對 不是怎麼信任他 怎麼說 因為一開始 他的Master 就不是說 信奉這個騎士道的人 他當他是工具 對 當是利益 利益為主 比較 因為其實本身他已經存底了 活得過 所以對他來說 突然間 這傢伙還要我叫你去打Saber 你跟他在那裡跳叉叉 這個以後真的沒說過 當然不肯了 然後你回來說 我不可以這樣成人之人 我叫你打他 你不打我 我被人堆倒 然後說 不行我騎士道不行 你收肥吧 你 但是搞到 因為騎士道關係 騎士道應該說 騎士道太過屎蠻的關係 反而吸引到他未婚妻 那就更加是 三把半床 他不是騎士道 他是他的眼睛女子 黑肢女子 是啊 他真的是黑子籃球 黑子籃球 黑子籃球 那些女體 說回來 Kennis先生 他其實都很慘 但是 一出場 學生偷了他的東西 一打第一場 是他跟第一場 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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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之後 魔術攻防 還要減3 一次子 當他說得很開心之後 我的攻防有多厲害 然後一次子 按一下 砰砰砰 成功了 他又不死 他又不死 那一刻之後魔術攻防 有水龍魔 剛剛有個兆子 在後面 然後他打算強攻 去Ion's Battle 那個城堡 誰知又被人 殺得興起 被人一招KO了 其實他有沒有說過 為什麼他要這麼執著 去打Saber 他覺得 Amya 是一個老子 Saber的能力石 其實是很強的 應該說是他覺得 Saber那邊是最低的 Saber擴摩力最強的 那其實 他長槍本身 你不要說 為什麼他刻意打Saber 因為他 Saber傷了對手 那時候傷了對手 所以他覺得是一個機會 但他都要 決定去面對什麼敵人 因為他覺得Saber最弱 一來 Masker方面 不是說最弱的 Masker 應該說他覺得 Saber那時候 傷了對手 戰力有下降 Masker那邊 又指一個是女兒 不認識什麼 的普通人 做人 另外 比較要留意的 都指一個是設置 一個請回來的 垃圾殺手 他覺得 他知道設置 薯貝 他叫做薯貝 因為他是正統的魔術師 正統的魔術師 會很喜歡跟正統的魔術師打 層次不同 應該是層次不同 應該是層次不同 那應該是找阿查 完全是面對面 一是找阿查 一是找阿查 最簡單的說一句 Akenis是什麼呢 不要說話 一就一 二就二 隻抽隻 可以這樣說 不給打門隻 不給打面 那這些就是騎士道 不是 應該說是他魔術師 魔術師道 跟騎士道不同 他們可以出陰招 一抽一這些就不是騎士道 他們可以出陰招 他們是可以出陰招的魔術師 但是是魔術師的陰招 不要用槍是誰做的 那些什麼反坦克炮 C4炸了個飛結炸到柳 那些就是邪道 他覺得你又做了些屎條 他那個魔術工房被人 開頭的時候 他站在那個魔術工房 就等人來打他 但是他的魔術工房被人炸 之後他覺得被人不犯 被人蝕足了 這個 魔術師之間高貴的戰鬥 被槍鞋 這個 槍鞋炸彈 槍鞋炸彈無謂 簡單來說 古老的魔法明靈 被這個 年幼的現代軍火侮辱 是啊 魔法也偶地 他不覺得他自己很傳統 是很傳統的魔術師 結果他想走過去 陰我設置 結果被設置陰回原頭 因為設置有個魔術師殺手的稱號 其實就是擊敗這個 秘密手段 專門就是打這種設置過高的魔術師 應該說是實力最好的魔術師 你越聰明就越大 越聰明就越大 越聰明 同一個起源彈 雖然是會死的 但是因為出血而死 而不是因為起源彈而死 用彈打給他死 他有說起源彈是大口徑子彈 是啊 大口徑子彈 他打到哪個位置 因為他一開始有的時候 其實已經打穿了他的肩膀 原本那顆是普通子彈 大口徑子彈 大口徑子彈 剪開這個最強防禦 是抵抗不了的 是啊 這樣丟下打了下去 就打算焗它 再用多次強魔法 厲害 強魔術這樣就焗 之後他一用起源彈 就一擊必中 是啊 所以就 露罵了 露罵了 很基本的戰術 就是假如你起源彈 使用魔術回路去到最強的時候 使用魔術回路去到最強的時候 作用不會最大 就是傷害不太大 就是他的攻擊力越高 反傷就越高 就是比喻 就好像將你的MP 構成對HP的傷害 就好像說你本來有3000魔術點 然後就會一口氣 扣到你的HP那裡 就是當你MP用得越高 那你HP就會扣得越厲害 如果MP比HP高 這樣就糟糕了 他就在那裡 有道理用大招 有道理用大招 跟你說說 一般防禦沒有用的 你一定要用最強魔術才有用的 對 於是就死了自己 還沒死的 還沒死的 還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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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就 剛好 應該說就死就死 但還沒死的 之後剛好被Lance 扣了回去做急救 所以就全身 半身破門 免去一死 以及他的魔術能力 好像已經廢了 魔術能力廢了 以及半身不遂 所以這組他沒有辦法 唯有立了一個策略 就是轉Master 不是立了策略 是被迫的 沒有策略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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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轉了策略 換了一個Lancer 反而會做了更加錯的決定 當他被Lancer救回來之後 回到自己陣營 他還沒分妻 就幫他做了一些急救 急救完之後 然後呢 因為他那時候已經被Lancer 整天文都很喜歡Bark 真的 真的很喜歡Bark 一是就Bark 八零字 絕配啦 一是就Bark 一是就Bark Master組嘛 Master是甚麼 槍是甚麼 就是長條形物體 就是棍狀形物品 或者應該這樣 那就沒有了 兩個男一個女是生氣的 總之逼於無奈 就要換了一個女的Master 但其實都挺恐怖 兩個男人 幫他斷了兩枝野 這個Lancer真是挺恐怖的 所以說錯配 所以就死了 全軍覆沒了 之後就是轉了Master 的時候 就去打Caster 但因為其實打Caster那邊很順利 因為他最簡單是甚麼 這個Sabre有水狐之女神加護 可以水上飛 拉打就是飛 那他就懂得一個六箭的 站在那裡 然後死了 我知道白力之又不能吃 那怎麼辦 不如Bark了他 他不是飛 他應該是打槍去參加奧運 投下標章 一本Sabre和阿拉達就說 我打算攻破他成天 然後當他露了我本書出來 就繞一下一下子 但結果打幾個打不死 但因為之後被人爆料 說Sabre有這個對軍寶具 然後就再打發力 究竟我們應該遵從的是甚麼 我們所有遵從的 是我們應該要勝利的歧視度 他兜一下子 這些叫放棄比賽 這些叫放棄比賽 放棄比賽 然後大家就說 Kuriko Kuriko 應該要這樣 然後才放回OP的廣告 這樣才像人家 不如他都有貢獻 他之後也砍了巴沙卡一下 他只是打飛機 他只是貢獻 他就是白白力之 白白力之和砍巴沙卡 要不是說為何要白白他 破魔之 黃梅閨 破魔之 黃梅閨 破魔之紅長 魅閨 差不遠 不 飛滅之 黃梅閨 喔 對 快點 破魔之澗梅閨 飛滅之黃梅閨 怎樣啊 黃道太可不可以呀 總之先說一個效能 基本上黃色的那支 如果傷到別人的話 那個傷口就是永遠不能 永遠不能回復 不關魔力事,也不關什麼左手事 因為之前已經打了場,跟Saber打了場,刺傷就有了Saber 所以他的手不能用 就是用戴手劍,無法使用對軍寶具 因為他只要對軍寶具一定要雙手才能用 所以他要Bark的字才知道... 這樣就像Diablo 雙手劍,常常喜歡說 其實Bark的那一下也是有的 他自己是小用者,所以他可以這樣做 其實我覺得他是在攻略Saber 你買100%當然可以自己吃不可以 沒有人叫你整條吃 從第四集開始攻略Saber 我不可以被他碰壞了他 騎士刀 然後第一次打Cast打的時候說 只有我才可以打單手的Saber 是不是叫傲嬌 沒有啦 有沒有像比達說的 還要是六川光說 對面那個但不是紙,沒有人 沒有人 不過其實他的自衛補具都很蠻蠢 你想一下 雲關草不准事 最簡單是 例如Bawing Custom Zero自己 白了一枝槍 還有一枝槍 還有一枝槍 但你明明只有兩枝槍 什麼靠差都沒有 你只有兩個寶具 你白了幾枝槍 基本上你戰力已經減了50% 因為他們的騎士度大過他們 這個所謂的寶具 誰說你是為騎士度而死 所以就值得他死 這個有無果羅羅 黃色那枝槍 老實說 不能傳遇的傷害 其實是不是很大 沒有 你平時斷的手 你都不能傳遇的 他那種是 其實這招是故意封的 其實他的設定是很愚蠢的 如果你要當個寶具 他現實時又擁有 即是你要跟那個人打 你要打他不死 你又要放走他 不是不是 其實這些是打內狗戰有用 因為其實他那邊是 尤其是對於Saber 這些有重魔力防禦的人 有一種有敵效果 你打內狗戰的 那你不如假裝打死他 槍兵是屬於敏捷 即是他打不過可以走 所以下次再打 即是不是的 拉布 但走以前一定要刺你一槍 即是下次打再刺你一槍 即是人家拉布所以他死了 然後他又拉布 看看人家可不可以死 結果他自己死了 這個其實又是因為 MASTER的戰略完全錯誤 其實MASTER的戰略不算錯了 即是他 召喚了一個次等的Saber出來 所以他可以採取的戰略 即是他可以採取的戰略之後 即是他等的Saber 即是他等的Saber出來 即是他一開始 他的戰略其實是用拉打 進行一擊脫離的戰法 即是他怎樣說呢 即是他 即是內衰好像有說過 他就這個 他要做的事情 就是找他的Saber 和對方的Saber 然後他自己找對方的MASTER選將 即是抽獎 那他可以打對MASTER 但他基本上是在做設置 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那他不是設置 他就是MASTER 所以他就被人陰到 一個是打背脊 那是專方來的 是 然後結果 拔完百力之 打完大海怪 之後Saber 尋上本 他就放了一支槍 他就放了一支槍 真的嗎 這個還有一個小插曲 那時候 Guinness 因為不見了未婚妻 就徹底地 把MASTER侮辱了一次 有內之外 由頭到腳 非常徹底的一次 即是好像六合彩 有內之外 由左字又整齊地排列 哈哈哈哈 差不多 應該是被設置那邊捉走了 那時候是被設置捉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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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被MASTER 下一刻切了他的手 讓他沒辦法 用領袖召喚Lancer 然後再把他捉走了 不是 再把他的手打爆 整個領袖沒有了 整隻手掌打爆了 但是 因為本人未死 所以還有魔力供應 說到那些什麼 那些老水豬仔腳 哈哈 然後他說 你找不到他 你不就是跟他一個廢人一樣 哈哈 那時候還有一個 包括他前世今生的情史 因為主人會看到他的 會發夢 對 那時候 真的坦了 那時候 因為他們訂立了契約 無論魔力 記憶都會有互相流通 其實他坦了很有用 讓他有足夠時間 休息就看他的MTR歷史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嘩 其實很精彩啊 看完之後 咦 現實版 我再拍一次再拍 哈哈 但其實到這一刻來說 Lancer這組 基本上已經出局了 已經出局了 是 這樣死 他沒有了一把武器 簽約嘛 對 我一定不會 不會打你 哈哈 我打 不要你 簽完那一刻 然後叫誰 叫 沒有 不是 不便放槍 射死他 然後射完之後 射到四人一半射不死 我還說 切子還要裝了東西 跟他說 我不能殺你 Kennis跟他說 殺了我 不行 我簽了約 切子那一刻 應該是因為害怕Lancer 所以才要逼他 應該說 要採取最穩定的戰力 最有效的戰力 搞不好 真的會有損傷 Saber Saber Lancer只剩下一支槍 Saber可以跟他打成平實的原因 是因為Saber讓賽 不用左手 不是 應該說 其實他原本就不期望 Saber 做至於你之外 有另外任何的作用 應該說 原本就不期望 基本上他不信任Saber 其實你出去引人主 就行了 我搞定Master 所以他出去跳叉茶 很適合 他喜歡跳叉茶 那時候他就拿著Sniper 鏡子在他周圍裝 所以他真漂亮 我指著他的未婚妻 然後丟一份契約書給他 簽約 不是 那份契約書都應該要包了 叫Lancer自殺 對 又是叫我用所有的力量 叫Lancer自殺 然後條件就是 我不傷害你 不殺你 一輩子都殺不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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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轉頭那一刻就被人 他沒有說他之前 不做過什麼 不會令你死亡 因為他是用他的名字 那我沒有說 我的馬仔不殺得你 對 然後 Kenis 會放心 原因也是因為他的 正統魔術師的思考 以為除了自己動手之外 沒有其他方法 他完全沒有想過 折制是 折制是 應該說 沒想到他會去到這麼兇狠的地步 一般來說 算了 我也是在這裏 拿下的低位 沒問題的 應該你已經退出了這個聖會線 折制是 你應該排除一切的危險性 就是最穩定的方法 他會達到目的殺滅口的人 所以其實是很諷刺的 記得不記得 Kenis第一次出場的時候 他對Waver講過什麼 讓你見識一下 什麼是魔術師之間的聲音的戰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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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點是 每個人的標準不同 我這點是 用自己來做的教學 是很成功的 非常厲害 用你的版面教學 所以Waver之後 就去計成這個 不是要研教 是要新教 是要新教 哈哈哈哈 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導致 新教身至身都睡在地下 這其實是可以一個新的標誌 為了自己最深愛的學生,親自走到來生救他,何惠魔術師之間非常殘酷的戰爭 他是有成果的,他WAVOR之後是繼承了他的EPUT 是呀,變了威威的 那這一組就應該... 補充一下,這個Lancer其實本來他還有兩把劍作為武器 但由於他以Lancer的身份,獻戒的關係,所以他那兩把劍就沒有了 兩把劍比他強勁,他其實是Saber來的 他可以是Saber 因為這些古代戰士很多都是共通的 例如第五代戰爭的Lancer也是很適合做巴薩卡的 補充一下,他跟第五代的槍兵比起來,他的實力是比較強的 高很多 然後在愛爾蘭召喚他們兩個出來 第五次槍兵兵會因為知名度加成而強於對方 這是第一關知名度加成而強於對方 因為這些本身就是靠神話去傳承的 知名度越高,越多人知道就越強 反而和魔術是相反的 他的說法是英靈是歷史上或故事傳奇的偉人 名人或奇人 所以很正常的,你之前說 因為你打過一次,我有個威威名,於是你下次就更厲害 整件事很合理 最後Lancer被領袖的驅促之下,就自殺 最後還要說,我要助走聖杯 助走你們 第三次應出了時,一個是錦上天花 其實三分鐘沒用 然後Muster也就這樣死了 Saber幫他了結他,看不過眼 然後他是時鐘塔的一個勢力 不過其實他對Saber也有直接影響 就是這一場 主要他主迫決裂 明顯地 那個時候是完全決裂了 沒有任何溝通 一直都沒有溝通 有的,有一點溝通 怎麼說我的Saber心底 原來你也是一個人 原來不是你的愛盜 你曾經憧憬過正義這件事嗎? 沒有的,很合理 要說的話 這個Lancer召喚出來就是用來給虛遠玩的 你有哪個角色不是給虛遠玩的 他玩得最慘 給他希望 給他騎士到 然後拿回去 切子都挺慘的 切子都挺慘的 最後一段最後一段最後一段 最後一段最後一段